O的函数就是其中一个成立就可以 首先的话第一个 因为这上面有两个 你就做下面这个就好了 下面这个练习 比如说我们今天 希望标准都不标准 如果说查看那个业务人员 是否打到标准 销售量部分要20 然后或者是怎么样 其中这个销售额是6万 所以这个地方销售金额为6万 那如果其中一个达成的话 那就是为标准 反之的话为不标准 那就是说呢 我们会有两个条件 这两个条件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插入这个函数之后的话 找一下 那如果说可以找一下 最近有使用过一幅函数的话 那比较快是最近使用过函数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我们会有两个条件 刚刚是用那个and函数 那现在我们用or函数 第二次使用的话呢 直接点前面这地方 其他函数 那其他函数里面的话 我们找全部里面 这里我直接输入那个一个 or就可以了 或者or 快速的输入or 我刚刚确定之后的话 会有两个 预设是两个 当然它这地方 有一个说明 就是说 它的这个条件是呢 可以到255个 有那么多 那第一个的话 我们先根据销售量 销售量呢 如果说它 达到这个20 所以大于20 第一个20 把它改一下 这个全形半形 把它改一下 ok 那如果是大于 大于20 ok 第二个条件的话 是销售金额 销售金额 那这个地方 我想就直接把它 到第二个逻辑判断 然后这个条件 D12 大于6万 ok 好 那这两个条件 只要其中有个条件 成立的话 那就是成立 ok 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 一样 这个公司有说 因为if还没有完成 再来注意 把邮标放在if的地方 再插入函数 就会跳回来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如果 是这个 条件成立的话 那就标准 所以这里的话 就输入这个标准 反之的话 就是不标准 ok 那这里的话 我们就输入标准 OK 那反之的话 就是不标准 OK 好 那这样的话 按一个确定 那